黑暗收割 应该是个兰凯啊 两个致命节奏 算把猜到对 这把又是猜到对 这个保护炎 不搞这一波 别给他刷不亮 到了很多了还要死 怎么这两把队友 一集团都这么搞呢 你看上路挂个天使 这边傅助泡个澡 这一集团肯定是不能打的 这不是在搞我吗 这一集团能不能打 先看有没有队友 再看我们的阵容 如果阵容差 但是多人也可以打 我也骑了个怪了 我们这边怎么泡澡的比例比 对面高多了呢 你们发现没有 我让队友跟我 入侵都老鼻子费劲了 更别他 站点保护了 这边老是五个人 入侵过来 我这边都没人站点了 打得很难受啊 线上又不影响 线上的话 直接就兵线进去了 这个打野影响就比较大了 我感觉这凯影可能去拖一眼 要不然就是单开的 他在我们蓝buff丢了一个眼 上楼还死 下楼也死 狼还在 狼还在 我感觉我也还有的 他一般来讲 偷野不会刷干净的 这个要是偷野的话 这个点已经在打蓝 我这样拍影感觉可以去欺负一下 对吧 这场情况下应该也刷了呀 中路蹲一下ECD多久 标记一下技能 他要甩臭了这边 大点让他死了 他能呢 都换我奶奶来都刷到了呀 下也没抓 他去干嘛了 掉了 我感觉这边像是有眼的 掉了吧 不对吧 他怎么蛤蟆打了 难不打呀 很怪呀 他要是掉了 不应该打蛤蟆呀 这个人 什么意思 他掉了应该 只清了三嘴野 或者直接开局就掉了 怎么可能蛤蟆没了呀 啊 野区的野怪为何频频消失啊 对面的打野为何 痴痴不露头 这到底是道德的伦散 还是人性的扭曲 落手打了吗 有可能 那不应该吧 三分钟打蛤蟆 被我回血 那也不应该直接打死啊 算了回家了 终于露头了 4级 武术鞋 哦 他来防我野 他应该是 红区开 来我们狼区防野的 但是 待了时间特别久 我知道 早点留一下人 他妈的 这下路玩暖火的 感觉都不会留人了 这个意思 两个 哎呦 二打一还被双杀 我的妈呀 好下轮哪 你们两个 打一个呀 这波派克 直接过来了 他把尘 按掉了 他这波是没尘的 再反他一波 有人插了一个眼 打不过 二打一 打不过 别打了呀 你们下路发育啊 他越打不过 我越要打 我先升六来 等我升六来先 别打了 我们这边都是发育阵容的 但每条线都要打 每条线都打不过 我去拿千分了 这种时候得加快节奏了 拿龙是没有用的 因为等不到龙魂 他大老远就过来 反我一足也 先六 我怕伤害不够 直接意义再补一下 这上路也没好 这干嘛要去呀 这种时候不要拉龙 一定要拉千分 然后抓一波 线上吃不易血塔 才能一打二 不然这种局就已经没了 这人普通开硬生了呀 他老这么玩 这天是有大的 别死了 雪诺掉了他 等他出 出小小兵堆 去前面等他 这牛郎去的一个撞粉 这下路就彻底奔了 不用管他了 这种下路奔了 如果是硬斧 可以救一下 因为硬斧 他有坦路会流人 他死了没那么快 那帮你打控 如果是软斧的话 就千万不能去 因为软斧太脆了 而且软斧一般 他会在后面看 然后对面 AD加辅助 就给你顺秒 他不管是什么 什么辅助都能秒你 这软斧变个羊 保护一下AD 你也杀不了AD 硬斧打个空 这爆发的辅助一套 给你当秒 直接走 像这样子才能赢 你看拿了先锋 吃个一些塔 这样的话 帮这个烈士路 还给他救起来 对面 菜刀队发育 来点货强 跟队友说一下能赢 不然他们会瞎我 去一次死一次他 这辅助可以一位二了 这辅助还要 追在对面 还好杀掉 这头要是给我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可以把龙控一下 这波派克死了 好想杀一下这女警 挺肥的 哇好恐怖 我自协派死了 下面应该没影 反多人啊 这波 直接给R 就差点伤害 都不能被控到 被控到就秒了 这女警很随 可以丢个夹子可以压起身的 不打了不打了 我走了 我都没闪没R了 发育吧 反正对面这个阵容拖到30分钟 赢不了 你赢不了 对 狗猪鹿 這隻弱手出10天使還是出那10天使 他這太拖了呀 給我加速 有點可憐 这种打法的天使纠结托 积极的快速 给我来个家伙 大有没有 有大我死不了 再一下 再隐身一下 再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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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能帮我挡个二就更好 这女警过来了 还行这不 一换二 纳什不能买 纳什天使很拖的 主要是他这个原本就是烈士 我帮他起来的话 他不买纳什出别的装备 能打得过 买了纳什还是烈士 不买纳什的话 其实他已经优势了 这种时候应该出一些成型块的装备 继续 先說沒了 準備拿龍就好了 黑切 這把感覺做個黑切挺好 我血量低的時候拍個NR秒我 這弱手機有真傷在 我感覺這把可以買個黑切 進化W吧 這把傷害已經夠了 現在15回血回的沒以前多 減傷的話沒有用 我待會血量低一點 這拍個這裝備我基本上低於400血 他一個2我就沒了 撐血量比較好這話 而且這個弱手的2也是真傷的 我們手加去吧 我們手加去吧 这女警好会啊她 攻击力再出来 再一个虚弱 给她救下来 我都以为她死了刚才 我就准备回头了 现在AD带这个虚弱 真的太好用了 比什么虚弱关盾强多了 不是比这个治疗关盾强多了 她这波带治疗或者关盾 我都已经给她秒掉了 她这在虚弱的话 我这一套爆发一千多伤害 给她吸了挺多的 两个一 两个一 学习的虚弱 学习的虚弱 给我一个技能 重来大来一下 就留在家里让她抬家里 有时候她好像有点肉 我也来个黑鲜 给她一下 应该死了 做完黑鲜再转青鱼 或者呼活架也可以 嘿嘿嘿嘿 去丢个一眼吧 给他来个大招 给我来个大招 把眼牌了吗 打大龙不太现实 别打别打别打 我排个影 怎么可能打大龙 清你的线 下路兵线都不好 赶紧把线清了 把他视野控一下就好了 好像要一上来做一眼 不要动大龙这个版本 死两个都不能打 我怎么这么喜欢打大龙不打啊 把兵线清一下 小龙 才两件透呢 现在大龙打得很透呢 虽然没穿越塔那么夸张一点 但是比以前打人是疼的 有个灯录页的声音 你说什么啊 有个灯录页的声音 有个灯录夜的声音 我不知道 看一下 怎么这些人全都死了 可能是我开的这个slim吧 我把它关了好了 没有啊 我没开别队 好 刘兵 我还没有 有队 我还没有 有队 我还没有 有队 我有一队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我这音量开太大了吧 我这边听的没有啊 1-4-9-1-4-9 直接来团别带了 有大的给我给我 我刚刚应该是主音量开太大了 我这边显示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人说话好像在犯屁一样 对面有个派克在看你能不在肯定要开啊 我们下路三个没位移的能不被开了吗 你这个就好比说你压线 你为什么打野要抓你是一样的 直接团就好了 对面打不过了 这个点 直接来团 对面 他们的阵容这个点已经开始挺垃圾了 我们这个阵容打算就领先对面起码8000块的经济了 这不可以开大轮了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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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走了 主要他们这个阵容这个点就没啥用了 我们这个阵容这个点是随便打他们的 除非他们有龙buff在 不然不可能打得过我们的 把视野控一下可以走了 可以再来个火角 我钱还差一点点 差个一百块钱 要请生给佳泽 要请生他死了 再把龙双龙一拿 这边要上票 再次把龙双龙一拿 給我丟大就好 被掛虛弱了 先試一下 對面這個團不接也得接 拖後期他們打不過的 我沒狀態了 對面的事 好,要測試這間 怎麼講得很快 妳玩的 很好,要測試這間 居然非常抱歉 怎麼浮誤 出身配 弱杠师 可以跳步中了 他们辅助直接出来应该是没作业的 我都收了 这把起码刷20个 兵线带过来 我一般是把这个音量关了 可能是这个音乐的音量关了 没关加上歌的音量 你们就觉得有登录界面了 哪是这个中路死的问题啊 你玩个天使 人家看你少人能不开你吗 对面有派克在 这种很明显就是单带人的问题 所以你就得去跟他讲 不跟他讲的话 这把可能又没了 这把上跟下都是崩掉的 下路是雪崩 上路是小崩 你少人对面能不强开你吗 还是菜刀队对面肯定不会拖的 直接下一把就好了 他们阵容就打到这个点 就是打不过的 所以他们肯定要开我们 你少个人带的话 不开就等于在慢性锁 左一左提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